跟大伙说过 我说好多事情积累起来了 大伙回来说一起办 是的 而且是好多事情 它是耗时间的 不是我说办完就办完了 所以我在上海这一阶段 大部分时间只要工作日 大部分是在外面 在外面办事 就包括今天也是 我吃饭吃完饭 我在这等时间 我预约到几点钟 预约好了 然后到时间我就过去了 今天这时间我确实没有用 现在事情也太办完了 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 就是重点这几个事是办完了 我觉得做人保守点还是有必要的 我不想因为一个自媒体 来影响到我其他的事情 我这个做法 肯定有小部分人会理解的 我现在都已经很轻松了 我觉得挺舒服的 就觉得身上有一些小包子卸下来了 那个真是的 啥也没有 有一种从零开始的感觉 就是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 我们这些做自媒体的作者 在没做自媒体之前 可能从事了各种不同的行业 还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因为喜欢拍摄 喜欢摄影而随便做了 还有一些可能是真的是团队 我就想把内容做好 大家的起点真的不一样的 而且每个人的生活环境 还有个人经历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网民们会对这些作者 有各种各样的好奇心 他想了解更多 恨不得就把你看成透明的了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留给自己一些空间的 我不排除 有些人喜欢给网民们解释事情 就说网民们 你们对这好奇 对那好奇 我就跟你一无一时的解释来解释去 永远解释不完 你对这个好奇 你还会对那个好奇 我觉得世间久了 这个内容就会偏离了 还有说网民们关注的点也会偏离 就会关注你这个人了 你今天上岸岸岸那样的 就是特别的八卦 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不长久 做自媒体是让我自己做的非常不好 我也不懂 包括现在我还是个外行 拍内容 还干什么的都不行 但是我还能看清楚一些东西的 我觉得真正能让网民们留下来的 还是说你的内容作品要好 那样才长久 如果你单独靠自己的一些隐私 或者是说个人的那些 曾经锋芒过的那些点 来个人魅力吸引网民们 就是说留住网民们 我觉得那不长远 因为人都有新鲜 那种期限的 就是说我现在对你有新鲜感 我对你好奇 当我把你严重明白了 我对你也不好奇了 那么你作品不好的时候 你内容不好的时候 我遭殃 还是不管什么 也跟着你干嘛 我对你也没什么好奇的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看了一个作者 他就是住了一个新房子 那么住新房子 就没有跟粉丝太详细的说 说什么样的 然后粉丝就开始空起来了 就说你的房子哪来的 各种各样的 哎呀怎么样子 就是舆论导向就偏移了 后来这个作者 也是没什么办法去解释 就说我的房子是怎么来的 怎么怎么样子的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 人家住个新房子 不是很这么行的吗 为什么必须得要解释 来龙去脉呢 我这个怎么买的房子 买房子钱是从哪来的 然后是全款还是怎么样子 那你全款都从哪来的 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说即便你回答了 所有网友们的某一个疑问 但是网友们还会有 更多新的这个疑问 来去拷问你 我看这个作者 我觉得如果你要把解释 然后当成一种题材 你跟网友们解释 那倒行 有题材了 但如果说没有当成题材的话 我觉得解释是没有必要的 人家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 人家住哪 或者怎么样子的 你只知道这是我家就行了 对吧 我也没有说必要 说我告诉我钱哪来的 我怎么赚的钱 我怎么买的房子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自己的父母都没有 这样拷问的权利 大家会可能就随意那种好奇 你可以说可以不说 你可以就是你的选择 你不说过晚天你这玩别的 好大伙就淡了忘了 没人去拷问你了 你解释 你永远解释不完 你解释完这一个问题 还有下一个问题 各种各样的 虽然我自媒体做的一点都不好 包括到现在还属于外行的 但是我能看清一些东西 真正能留住大家伙的 还是得有好的内容 好的作品 而不是说一直靠你的什么个人魅力 谁有多大的个人魅力 大家都是人 对吧 只能说数字还有品行不一样而已 其他的也都差不多 还得说靠内容 所以像我办完这些事 基本上就快完了 时间也快到了 办完这些事 我就一身轻了 一身轻的话 我就自由自在的了 我觉得哪个地方 对我来说比较重点 我就会偏向于做什么 相当于一个自由的人了 自由职业还谈不上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也挺向往这种生活的 挺自主的 人家有一句话不是说吗 肩上无折 一身轻 没有什么责任了 现在 一身轻 什么事不用我担的了 啥也不怕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了 这个啤酒当水喝了 就喝的像酒餐水一样 其实我想跟他 我说的话挺多的 我特别适合直播 我又没时间 短视频实在太短了 我也不能想到啥说啥 不能说个半小时 一小时 你也听不过来 咱们以后有时间 有时间的 等我出去玩的时候 腾出空 用了给大伙直播直播 现在上海也下雨 再加上我也没时间 我也没有办法在上海 给大伙 户外直播 我还是喜欢户外直播 大家一起欣赏外面的景色也好 还是说城市变化也好 还有不同地域的丰富人情也好 这些才是重点 这些才是一个做自媒体人应该做的 虽然我不会做 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方向 以后方向还得是多拍拍内容 办完事 我在村子也规划好一条路线 去那玩 有可能为了火锅 就跑到重庆四川去 待两天 但是我不管是发视频也好 还做直播也好 绝对不是说去哪里 而为了直播而直播 而为了做视频而做视频 绝对绝对不是 我跟自私 我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感受的 因为我自己待得舒服了 其余的世界 我才有心情 去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就比如说我一路上的经历经过 包括我对某些地方的感受 还有一些生活小窍门 去哪旅行 哪便宜 住哪 怎么个方便 怎么个便利 哪个地方需要什么 哪个地方路途不太好 你需要注意什么 等等 这个东西我觉得跟大家分享 还是比较实用的 我以前看内容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实用类的内容 行了 我得解账起来 人家灯都关了 朋友们 我现在 这怎么说的 这个情绪已经不在这了 地方上该办的也都办了 不过还有一些小事情 还是得耗时间的 大概还得4天左右 以后我的名下基本上就没啥东西了 清清爽爽的了 以后大家伙可以叫我无业游棉了 其实我并不是在乎说网民们调侃我什么的 而是我觉得咱们自媒体 它是一种轻松娱乐的这种方式 它不要因为自媒体影响到我个人的工作也好 还是私人空间也好 我是希望不影响到这些 所以说我才做了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 以后我名下啥也没有 你们可以说我是无业游民 可以说我愣当 各种各样的 随便大伙怎么说 我觉得生活是自己的 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 随着自己行一去就行了 随自己的心 随心所欲就可以了 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 不在乎其他的 我自己也很放松了以后 也不会顾虑做就顾虑那了 清清爽爽 咋也没有挺好的 现在走路腿都轻小了 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方式不一样的 选择的自由空间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这么做 我就心安理得 我就特别舒服 所以每个人做任何事情 没有对于错 也不用说被大伙什么费解 各种各样疑问的不需要的 我自己觉得这样舒服 我就这样